因为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也左右了考生选择校系的意愿 亚洲大学校长蔡敬发指出 医疗跟科技是目前重要的趋势 以亚洲大学为例 校方推动智慧医疗结合AI资讯工程 再配合附属的医院来作为训练基地 让走出校门的学生在医界可以变得更加抢手 这是护理学系智慧情境拟针教室模拟开刀房情境 护理是一个实作的学门 在防疫期间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接触 所以我们推动线上的虚拟实习 校方说疫情带来全球性的改变 医疗专业结合资讯工程是时势所趋 基本上是每一位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来与医生一起开会 了解现在临床所遇到的问题 然后透过人工智慧的方式 然后进行解决加速在智慧医疗上面的发展 医院提供他们一个实习见习的场地 那在他们毕业以后 医院也提供一个优质的就业环境 给他们在本业上面继续发挥 不管在教学研究服务上面都紧紧相扣 医疗相关学系运用AI科技 可让师生在工位远距以及精准医疗方面 应付未来智慧时代的需求 校方还结合电信设备打造5G加AI智慧医疗环境 让病患得到最及时的帮助 像我现在就学到开心开脑手术 那些医生对我们都非常友善 很愿意教学我们 只有医疗是不够了 你需要这个知性科技的能力 特别是人工智慧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使用这些先进的医疗的区剂 来对病人做更好的照顾 校方表示一场全球性的疫情 使得具有医疗资讯工程 以及医院的大学越来越受重视 创校20年来已经连续8年 挤进英国泰晤士报 每年5项国际最佳大学排名 以强烈企图心培育台湾科技医疗人才 明镜热章 陈津华台湘报道